看準時機 全力衝刺 跑進水柱裡 玩水玩到浴霸不能 每年夏天宜蘭 最重要的活動 童晚節 下個月開跑 其中最熱門 就是可以無限次進出的童晚護照 但有民眾投訴 購票 網站有 自安疑慮 登入帳號重新買票 結果卻看到別人的個資 張小姐第一時間趕緊用線上客服 聯絡主辦單位 但得到的回應 讓她感到十分不負責任 第一時間主辦單位似乎狀況外 回覆查無意狀 替得張小姐回對方 需要我貼圖給你看嗎 這回覆相當不負責任 直到張小姐提供帳號裡他人的戶籍 藤本 這時主辦單位才再次清查 經過兩小時二十四分 客服才答覆系統修復完成 問題已經排除 讓她質疑宜蘭縣府 保管民眾個資的方式是否太過草率 對此宜蘭縣文化局回應 這是一起個案 接下來線上購票將做兩階段認證 避免個資外洩再次發生 但張小姐也擔心 她看得到別人的個資 是不是也代表自己的照片 跟個資早就被別人看光光 三天新聞 黃國瑞 江中文 宜蘭報導